字幕志愿者 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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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烛反攻计划复杂 天涉克利米亚 烛空军同防空部队 急催地 later空飛彈 血赦千里外 开源情报 打击俄军的故事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新冷智凌新,我是乙童 下面开始为我们今天的节目 乌拉国防部副部长透露 乌拉只是出现一种非常複雜的反攻 并非单一个模式 不单只在修访实土,他也会回克利米亚 然而攻克克利米亚最低难提取于攻克俄罗斯的黑海南队 因为乌拉还没有制空权 然而最新消息指出 不若某些国家已经同意提供F-16战机 如果能够成功出动,将有可能破解俄罗斯的制空权 就有可能拿下克海南队 一旦攻破克利米亚,普及的专业会遭遇重大打击 据传乌兰地区成为进攻的核心目标 乌克兰部队在表面上主导攻势 背后将会得到相当大的不若军事科技和军事力量支援 甚至包括空军育兵 有可能在乌拉地区改变整个战局 据了解,目前很多武器、坦克及军容飞机已运送到乌克兰前线 美国一些比较先进的坦克已从陆路运送到乌克兰 据称,乌拉这次集结了百万人 增加了从巴哈木特、马纳斯卡、阿夫迪夫卡 以及利曼斯科耶等地,将是地面反攻 利用的是俄罗斯兵力的不中,和俄罗斯炮弹的不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北约备书长斯洛塔·伯格最近访问了乌克兰 并参观了当地的军事力量展示 据分析,这次访问意味着 温约对于乌克兰问题的态度非常坚定 同时也是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访问莫斯科的回应 据了解,中共的北斗卫星技术 可能会提供给俄军 加强监控和精准打击的能力 这对于俄罗斯美来的制空权至关重要 同时,中共要求获得 军事技术和科技等方面的支援 据美国资金报导 中共锁定了两个关键要求 一是引擎技术的转移 二是核子动力潜艇技术的转移 都知道乌军要大反攻了 但具体在什么时间 仍是个无解的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 著名的呼马博主披露了沃拉空军和 防空部队面临的严峻形势 并指出,若这种状态不改变 大反攻就要往后退 沃拉空军和防空部队的地面防空系统 现状十分严峻 俄罗斯空天军仍然能够在前世的部分地区 建立至少暂时的空中优势 在过去一个月中 俄罗斯空天军在阿夫迪伊夫加地区 几乎每日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电子对抗 反雷达導弹 正确无人记 油荡弹药以及制度炸弹的组合 立即被沃拉的防空系统 带来严重问题 沃拉确实接收到一些新的地图空导弹系统 例如 IOS-T、NASEMS、SYGERT、ASPAID、GLOTO、S-125LIVA 和AUSAR AKM-PN 但这系统紧追彼保S-38、BagM-1 和AUSAR AKM 系统的磨损和作战损身 还不能完全取代过去的系统 此外 烏拉的电子战系统和地带导弹处备都非常有限 这个石德烏拉在面对俄罗斯的空袭时 显得很无助 俄罗斯人将他们的地面电子战系统 布置在离前线非常近的地方 甚至都能备挖的海马士 或者管撞火炮打击 布置在这麽靠近前线 没得让较复射攻略足够大 能够暂时阿德乌克防空系统的预警和防空雷达 同时 SO-30SM和SO-35 亦遮队携带的S-500反复射导弹 继续向沃拉的雷达施加压力 俄罗斯带任部署的无人机 应该偵察和跟踪沃拉的S-500系统 然后用扭业多无人机进行打击 以这种方式 俄罗斯人正在创造突破烏拉防空区域的安全通道 让SO-34 在12000米或者更高的高度通过这些安全通道 从30至40公里的距离释防UPM-K 一支俄罗斯版的JDAM系统 这些都是用中共支援的芯片制造的 有报道称 这个系统的攻击距离达到60公里 这个可能听起来过语夸障 但虎白先生认为 这个应该是可能的 关键是携带这部武器的飞机 在烏拉防空导弹系统的危险区域内的时间非常短 即只有30至60秒 释放炸弹之后 飞机就掉头离开 从理论上说 UPM-K 足够大 而且精度不高 Bucket M1 和OUSA AKM 这样的系统 应该能够探测、跟踪和击落 而俄罗斯的电子战 反雷达导弹 乌克地对空导弹短拳 俄罗斯飞机在几落管控上持续的时间过于短暂 利益人数都严重限制了乌克的反应能力 富伯斯坦比赛的结论是 俄罗斯空天军正在给乌克地面部队 和防空部队沉重的打击 乌克的问题是 电子战系党和地对空导弹太少 如果乌克兰不能得到足够的地对空导弹 来保护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 以及前线最重要的部分 这种情况真不会改变 这亦回答了 关于乌克兰军队在根捷内 能否出入任何重大反攻的所有可能问题 深度这几天热炒的 不有民国可能会提供F16的消息 富伯先生认为 240架F16 应无法以任何严重的程度 改变目前的局势 除非在派行F16的同时 乌克能够拥有更多的电子战系统 更多的预警雷达 建立安全通讯系统 并至少需要与俄罗斯 MAG-31BM 和SU-35S奎达的 R-37M 同等性能的空对空导弹 仿真 仿真 交付给沃拉的任何F16 都会被击落 富伯先生表示 我了解沃拉空军和防空部队 他们免立着巴克兰的任务 而在取得极小回波情况下 选择了大量飞行员和飞机 他们几乎无法临来改变任何遇到的东西 这个部队 每日只能织行五到八折的攻击任务 可能还有一些MAG-29 和SU-27的紧急起飞 毫无疑问 这个沙特每日都感到沮丧 下面我们为大家分享一些轻松的 讲一讲乌克战争中的一些小故事 乌克兰人是怎样利用社交媒体 和新闻媒体上的贴纸 收集俄军小声 保卫自己家园的 去年夏天 在俄罗斯皮亚特纳斯卡里控制的地区 乌克人发动了一系列的海马斯襲击 而这些目标的定位 都是来自远离前世的摩尔法公司 他们利用开放原代码的乌联网调查 开源情报来寻找俄罗斯军队的位置 共互纳军队作为精确打击 摩尔法的首席责任官 阿伊杰姆表示 他们有一次分析团队 包括内部员工和资源者 他们通过 Teliglin社交网络等渠道收集信息 通过在线的贴纸 摩尔法闻到了 商术家皮亚特纳斯卡里 当时 那个女将周年庆典的影片 发布在自己的Teliglin频道上 在庆典现场 这个女卫指揮官阿哈乃接受了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队人 普希林的祝贺 明显在顿涅茨克境内 指揮官还展示了三架民用户 可以看到 庆典现场在一个车窟窝 有点特点的车间内 在另一次当地媒体采访中 可以看到 庆典的位置 在顿涅茨克市 有一部经过的卡车表明 附近有一条主要道路 后来在车间旁边 还看到一个白色和灰色的次要建筹 前面还有一些临时搭建的木结架的小屋 另一个不同时间拍摄的影检显示 说战虎是被安置在这个木结架小屋中入份 在背景中可以看到举办周年庆典的车间 还有一部装甲战车和附近民众的一个尖顶建筑设示 从另一角度看,指挥官身后有一座专砌建筑 挡住了蓝白色的基库 在当地记者的Telning-Columbus上 更清晰地展示了白色和灰色的建筑 废弃的专砌结构和蓝白色的基库 此外,摩尔法公司还观察到其他照片 和影片中出现的软柱电线 根据摩尔法分析师阿里斯坦德的说法 这些线索足以了解俄军基地的报告 通过谷歌地球和谷歌街景的帮助 员工会分析了这些影片 制造了这个建筑物的大致位置图 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位置 一部坦克离开现场的影片 让我们找到确招位置的过程变得更容易 当地的街道标志表明 这个区域可能位于顿涅智克东部 根据他们掌握的线索 摩尔法说 找到基地大约花了两个半钟头 从以历一年顿涅智克绕城公路拍摄的谷歌街景图上 可以看到车间红色尖顶的建筑物还有总部 从另一角度看 可以看到蓝白色的基库和背景中的电线 他们在谷歌地图上找到了庆典的具体位置 摩尔法公司将目标报告提交给乌拉程波波门 一个月后当我当地媒体报导 和网红机拍摄的画面 我们知道这个地点在8月22日遭到襲击 摩尔法公司的负责人阿尔乔姆表示 我们并没有挑起这场战争 我们只是在此自卫 所以从道义上说 我为我们的数字工作在日战场上取得成果 而感到高兴 摩尔法公司表示 俄罗斯国防部已限制俄罗斯记者 前往前线和敏感地区 这个意味着开源的情报会更少 但他们声称 再能从俄罗斯媒体获得了一些可用的情报 关注点已经转到俄罗斯士兵 和支持他们的 志愿者四家媒体和Telnet 被连上的贴纸 开源情报 对敌情的调查 已经完全改变了现代战争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自由室节目 如果你喜欢的节目 请帮助点赞、转发 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多谢你的支持 拜拜